当众人看到草帽一伙悬赏令时的反应 每当陆飞拿到自己的新悬赏后 都高兴自己又涨价了 名气又大了 也确实 悬赏令飞向全世界 仿佛在告诉亲朋好友们 这伙人又他妈出息了 陆飞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 还在海军基地打砸的课比 为陆飞感到高兴 感叹陆飞藏又向梦想迈进了 可雅小姐的关注点反而不在陆飞身上 而是秒注意到了乌佐普的后脑勺 看来这就是真爱了 哲普老板把陆飞的悬赏令挂在了海上餐厅 看着大海思念着这个少年 也更加想念山智 马其诺虽然比较担心陆飞 不过也为陆飞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高兴 村长则说出了是梦想还是宿命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风车村都为此兴奋 陆飞真的成了全村人的希望 鹰眼还为此专门找到了红发 因为红发跟他提过这个小鬼 结果红发直接就拉着鹰眼开启了宴会 看来红发团今天很高兴 这话标题名为东海头号恶人 陆飞可谓是名阳东海 其他和陆飞有过交集的人 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反应 当然也受到了府皇门卡的表情认可 第二次选赏 草帽团打败老沙集团 陆飞飞升到1亿 索隆6000万 阿拉巴斯坦这边 率先拿到选赏令的是以卡莱姆和加卡 他们反而是担心草帽团的安危 只不过通报草帽团的时候 陆飞他们已经启程了 这一次又有鹰眼 他感叹这伙人 已经到了让世界政府头疼的地步了 看来鹰眼还真是很关注草帽一伙 甚至还难得一见的 参加了那次的七五海会议 世界政府这边 对陆飞一意宣赏令 发表评价的正是老土星 不过老土星反而吐槽 克罗克达尔给他惹了麻烦 老沙真的想说 土星你老糊涂啊 明明这帮人先惹到我的 摩古镇的海贼们 看到陆飞和索隆的宣赏 堪比后来海军看到四皇 一个个十位数宣赏的反应 因为他们惹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 也就有了陆飞扮猪吃虎 一拳秒贝拉米的好戏 而最激动的就黑胡子了 直接带着陆飞索隆的选赏令 来赌人了 直到这个时候 作为当事人的陆飞索隆 居然才知道自己涨价了 第三次选赏 司发倒之后 全员恶人 全团选赏 而他们的选赏令 也纷纷传回故乡 风车村这边 大家都在为陆飞干杯 马其诺感叹 陆飞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呢 然后拿着乔巴的悬赏令说 还带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宠物 乔巴听到真的会哭死 只有村长好像不开心 吐槽卡普也不管管陆飞 祖孙三代都有问题 这倒是句大实话 索隆成了一心道场的骄傲 他的那些学弟们 很多并没有见过这位绿头发的前辈 看着悬赏令 纷纷夸索隆很帅 而且都想去当海贼了 庚四郎很人头疼 纳美的故乡 可耳西亚 阿剑正在忙着给海军本部 打电话投诉 阿剑用银档来形容纳美的悬赏令 而且看起来像是征婚的 不过诺奇高一眼看穿了阿剑 阿剑明明是很高兴的 还专门把纳美的照片放大装饰起来 乌索普的故乡西罗布村 可雅小姐一眼就看出了 戴面具的人是谁了 村里的人都不相信 而乌索普的三名汉将 感叹船长可是能把大话成真的男人 而这句话后来依然在变成现实 海上餐厅 兄弟们看着三智的悬赏令 笑忠带泪 不知道是喜极而泣 还是笑出眼泪 兄弟们评价 三智太帅了 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还专门挂在门口迎客 后来海上餐厅的铁板烧分店 门口的装潢直接就这个 所以当草帽一伙回故乡的时候 所有人都笑的 只有三智是哭的 乔巴的故乡词古倒 多尔顿把草帽一伙的悬赏令 给了朵利尔一娘 多尔顿还特意解释 乔巴的悬赏金可能是搞错了 而一娘还是很宠溺的说 能看到乔巴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这比什么都好 阿拉巴斯坦这边 几个人还在懵逼中 他们疑惑 罗宾为什么在草帽一伙里面 而巍巍则是很释怀 表示这没什么 相信陆飞所做的一切 弗兰奇的悬赏令 则是让小弟们非常担心 水之都难有大哥的容身之处了 所以就有了后来 小弟们把弗兰奇的内裤 赶大哥上船的操作 革命军这边 因为当时革命军大部分人 还不知道陆飞是龙的儿子 所以龙也是无意间 看到桌子上草帽一伙的悬赏令 革命军干部 还正经的报了一下悬赏总数 六亿六千七百万零五十贝利 乔巴表示 那五十倒也可以不假 听着有些许刺耳 龙则是很淡定 一如既往的走到阳台吹吹风 并支持陆飞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卡普则是难掩骄傲之情 甚至在战国面前夸陆飞 顺带夸下自己 真有两下子 不愧是我孙子 气得战国也是没办法 而斯蒙格拿着草帽一伙的悬赏令 发誓要赌上尊严 将其摧毁在新世界 这也是烟鬼来新世界的一个原因 只不过烟鬼嘴上重拳出击 后来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第四次更新 陆飞因顶上战争两年期间涨到四亿 由于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事 草帽一伙不再是重头戏了 只有陆飞两年后后知后觉 一如既往的开心自己又涨嫁了 得岛之后第五次更新 也是草帽团第二次全员更新 也许陆飞涨嫁 这一次封车村的主角不再是陆飞了 而是马其诺的孩子 桌子上摆着草帽一伙的悬赏令 一心到场的小学员都车住了一只眼睛 模仿索隆的三刀流 这让庚四郎更头疼了 这俩大兄弟正是索隆小时候的两维师兄弟 乌索普的三名汉将这一次更加激动 因为自己的船长终于成了赏金两亿的大海贼了 主要是这一次终于有正脸了 海上餐厅的伙计们有的是气急败坏 因为刚刚装潢的个性门头和餐厅传单 怎么悬赏令还说改就改了呢 而泽浦老板看着只许活捉的字样 若有所思 阿建大叔一如既往口弦体胜值的操作 嘴上吐槽 实际上又把纳美的照片装饰了起来 像是担心女儿的老父亲一样 对双指甲来说 这一次不仅有陆飞的悬赏 更重要的是有布鲁克的新悬赏 库洛卡斯看着报纸上的草帽一伙的消息 拉布在旁边也非常高兴 此孤岛多尔顿和朵利尔一娘 正开心的看着草帽一伙的消息 山旁的士兵还有兔子拉帮 戴着象征乔巴的路脚款式的帽子 似乎也是玩了一下 乔巴的路脚是装饰的梗 微微看着天空很想念路飞他们 身后的卡鲁亚正在把路飞的照片 从报纸上剪下来 最搞的应该是弗兰奇的悬赏令 对此水之度的人分为两派 可尔罗婆婆他们看到弗兰奇 溢于眼表的高兴 而冰山他们 因为不知道这是弗兰奇将军 不禁感叹 弗兰奇你小子终于是不愿再做个人了吗 而弗兰奇最新的宣传领照片是桑尼号 可想而知 这对冰山他们来说是有多变态了 革命军这边 萨伯笑的特开心 当时萨伯克尔拉刚刚在德岛 见过草帽一伙了 而一边的龙看着草帽团这帮人 好像在思考些什么 蔚来国巴尔基摩亚激动一家 老大爷看着弗兰奇将军不禁笑出眼泪 旁边都是被改造的动物老友 那个大猩猩就很像弗兰奇 那头狮子是桑尼号 行了一看就是弗兰奇的杰作 鸟之国 在乔巴的影响下 巨鸟和原住民早已和谐相处 一起在看乔巴的消息 当然这里的小孩子们 都在致敬乔巴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乔巴假面 相波地群岛 长手族经纪人看到布鲁克的悬赏令大发雷霆 毕竟这可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摇钱树 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 坐着一只超大独角仙 在海上看到爱徒的消息 想必他今天也很惬意悠闲 不过这只大独角仙 可千万不要让陆飞看到了 在赌博的雷厉 专心看着陆飞的消息 笔伐出武的手势 炫耀徒弟已经是武艺的大海贼了 结果河官以为雷厉要武得住 但愿这个数字能给雷厉带来好运吧 不过旁边的这个大叔好像腾虎 好家伙 腾虎刚在得岛 被赤犬命令不许回家 完事就来赌博了是吧 玛格丽特把陆飞的悬赏令 给那些陪陆飞修炼两年的猛兽们看 这些猛兽小弟们 看到老大的样子也是喜极而起 女帝这边直接就把陆飞的照片 弄成了一张巨大的海报 贴在了墙上 自己还娇羞的不敢回头看 小空岛的老头们 不再穿着很像睡衣的巫师服 而是换上了阳气的装备 他们希望纳美再见到他们的时候 能夸他们时髦 鹰眼当时在家和那群沸沸们在种地 看到了报纸上草帽一会的消息 当时佩罗娜也在 话说下地干活是要戴草帽 但鹰眼这是暗岛 很难不怀疑鹰眼是草帽友军 红发团当然在一座岛上 参加一场神秘的婚礼 红发举着报纸很高兴 堪称双喜临门 另外这大花裤子还是很帅的 比红发还高兴的是耶稣布 看来耶稣布必然是看到了儿子乌索普了 但高岛之后第六次更新 陆飞15亿 三至3.3亿 由于陆飞属于是暴涨 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大佬的关注 凯多和大妈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 尤其是大妈 毕竟这15亿是在自己地盘上拿的 而且大妈对报道也很有意见 表示陆飞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者 这也导致气急败坏的大妈联手凯多 而凯多对陆飞也很不爽 毕竟之前的五亿是打败了明哥 导致自己和明哥的交易破裂 黑胡子更多的是嘲弄的一位 他表示五黄的头衔对陆飞还为时过早 而红发就意味深长多了 遥望着大海有点开心 更多的是期待 他表示很快就要和陆飞见面了 当后补大将查屯向卡普穿搭 你家孙子的赏金都涨到15亿了 卡普则是难掩高兴的神情 但嘴上还是说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合之国之后最新悬赏 也是草帽团第三次全员更新 总悬赏高达88亿1600万 领1000倍利 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五老星和陆飞自己 30亿和四皇头衔还是其次 而是尼卡的觉醒直接吓得五老星 想要叫停报社印刷 五老星早在陆飞宣赏一亿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警惕了 结果直到30亿了 觉醒了才做出实质行动 看来虚假的丹小星白星 真正的丹小星五老星 作为赤犬的粉丝 绿牛看到陆飞的宣赏令 已经在幻想自己取下陆飞姓名 获得赤犬的夸奖的画面了 结果碰上了来和之国宣传去场版的红发 红发团则是非常高兴 也都夸赞陆飞牛逼 垃圾路现在就提议去见陆飞 但红发还是忍住了 而在推进城里的明哥 看到草帽一伙 尤其是罗的宣赏令后 明哥笑了 fake news 这种假新闻在我进来之后 我已经看的够多了 海军没有新闻写 可以不用硬编 当然最终宣赏令和消息 还是传向了大海 传向了世界 至于草帽一伙 其他人的宣赏令 何时例行传回故乡 期待之后 会以匪业连载的形式公布出来 也就是陆飞能干出来的事 作为船上的挨揍王 陆飞不仅是被纳美 日常捶得满头包 索龙和山智 有时候还想活活割了他 毕竟陆飞那蠢萌的脑回路 往往会秀出 那令人难以预判的骚操作 因为陆飞对钱这种东西 完全没有什么攒钱存钱的概念 大概只知道有钱就可以花 在空岛上 草帽一伙得到了一些黄金 后来换了三亿贝利 瞬间成为爆发户 不过其中两亿 上来就被弗兰奇小弟抢走了 还有一亿 纳美放在了保险柜里 一亿就一亿吧 等以为可以买一些奢侈的家具 没想到司法岛结束 陆飞直接就开启了作死模式 一晚上干光了剩下的一亿贝利 开了一场巨大的派对 请全城的人免费喝酒吃肉 免费嗨皮 对这件事呢 陆飞不仅没有觉得做错了 还在那嘰嘰嘰嘰的笑 后知后觉的纳美 那真是揍的陆飞 连卡普都认不出来 锁龙山智 蔫坏蔫坏的 这会算账的时候 这俩老哥早就溜了溜了 不仅如此 陆飞事后还敢理所当然的 向纳美要零花钱 气得纳美真的想把陆飞原地掐死 要说陆飞还有什么 只有他能干出来的事 那绝对是将果实能力 用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新领域 一招真鞭腿 直接甩着锁龙山智腰间盘突出 敌人队友一网打尽 那可谓是效率极高的一条蝙蝠物 除此之外 一条蝙蝠物还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捞人 为什么只是捞人 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捞不救 能不能活着着陆 那就看造化 锁龙山智这俩人 一个扛奏一个邪后 就这还差点被陆飞给玩死 锁龙不止恩赐 扬言要原地砍死陆飞这货 所以能做陆飞伙伴的前提是 实力强不强那是后话 身体扛不扛造才是立足根本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直击灵魂的跳楼机体验 其实剑王影中心的凯索长 也经常这样玩 只不过像陆飞这种 带着一群人玩自由落体 摔不死也得吓尿的运动 可谓是绝无仅有 看着逐渐坠落的众人 锁某人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窃喜 这次终于他们不是老子了 还有也就是陆飞 能想到在乌索普收藏的卫背里放屁 把山智给坑惨了 拿冲击被轰开牢房 就这么简单的事 山智先是拿了阴背 放出了一条由乌索普发出来的奇怪声音 被人当成大沙雕 这就算了 最后拿成了卫背 开关一按 方向四溢 山智秒上头 原来陆飞把自己的屁给冲进去了 不仅如此 想想这屁里甲烷浓度是得有多高 山智一句屁要炸了 这何止是炸了 连地上的井盖都给轰开了 牛批 总之千奇百怪的骚操作 也就当属是陆飞着脑回路 能干得出来 老杀出品 避属精品 海贼王里有两个专业人才出品人 一个是蒙奇帝卡普 跟他沾亲带故的这堆人 除了不做海军 啥都做 从概率学上来讲 不科学啊 卡普属世也是天塌地线紫金锤般的懵逼 而且还都做得名扬四海 当属每个领域的佼佼者 还有一个人才出品人 必然是老杀 虽然老杀很早就在阿拉巴斯坦躺下了 但是老杀和他的部下 因此和陆飞结下了莫名其妙的缘分 总在危难时刻帮助陆飞 如果没有老杀这帮人 陆飞可能连推进城都出不来 首先就是小冯 作为巴洛克社老杀手下的高级干部 在草帽团离开阿拉巴斯坦的时候 被陆飞等人的伙伴宣言所感动 毕竟小冯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利用果实能力山寨了陆飞 自己去当了幼儿被海军抓捕 本来没过多久又逃出来了 不过参与了巴洛克社 营救沙老板的行动后 又蹲进去了 接下来陆飞到了推进城 小冯模仿沙雕版索龙 给了陆飞一个surprise 可谓是为陆飞忙前忙后 拖着中了老麦秘制小毒药的陆飞 找到了爱豆小伊万 治愈荷尔蒙生死看个人 小冯和小伊万这些人 就在门口喊加油 最终给了陆飞重生的希望 最关键的是 小冯本来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溜了溜了 但是为了大局观 小冯山寨了麦哲伦留了下来 为陆飞等人打开了第一层正义之门 可以说没有小冯 陆飞别说去救艾斯 极寒地狱里面自己就先挂了 然后就是梅斯特万一个 深海大监狱撤退的时候 跟着老沙盛平去外面抢军舰 常规操作 众所收支 在海贼王里急需一艘船 怎么办 那肯定是抢军舰啊 省时省力省背力 在顶上战争 这鹰眼唯独看陆飞不顺眼 提着大刀 追着就砍 一哥也是帮陆飞扛了一刀 挨了一刀 开锁王三哥 如果海军重新抓捕越狱犯 三哥被抓回去 那绝对够死一百次了 跟巴基这俩神人 在推进城里免费给人开锁 恨不得一根蜡烛能撬开整个推进城 三哥特殊的防御能力 为陆飞等人越狱 拖延了宝贵时间 后来在陆飞救出艾斯之际 老黄那一招 你说他苗边 他确实打中东西了 你说他没苗边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的玉 一下把钥匙给干断了 然后三哥千军一发之际 做出了蜡烛钥匙 危难关头 让艾斯挣脱了海楼时的束缚 如果说老沙送陆飞最大的礼物 那当属是罗宾 腿长帽美身材棒 温柔欲解历史好 作为能解读历史证文的人 对陆飞成为海贼王 解开消失的一百年的谜团 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老沙呢 这是稀里糊涂 为陆飞成为海贼王 填上了极其重要的一块拼图 而老沙面对陆飞的时候 对此份厚礼 只字不提 可歌可敬 当然了 还有老沙自己 老沙在顶上战争的沙场上 有多么秀 那是有目共睹 赤犬从头到尾跟白胡子刚 他俩人一个岩浆 一个阵阵 这炮坏力谁敢上去 只有那无处不在的老沙不虚 先后贴脸怼这俩人 挂着八千一百万的赏金 怼着鹰眼和明哥这俩老同事 完全一点都不care 赏金只是个数字 能一把沙子下洒元帅战国 那才叫本事 最后也是从赤犬手上 救了陆飞和盛平 所以纵观老沙和陆飞的恩恩怨怨 老沙还真不完全是那种 烧沙抢掠的黑社会 他的手下普遍是有情有义 关键时刻爱憎分明 可敬又可靠 作为沙老板 什么气质能配得上此等情操 那便是刚出了监狱 就有人给擦皮鞋的气质 总之老沙出品 必属精品 开局一个桶 队友全靠减 索隆篇 创业小天才陆飞 本着开局一个桶 队友全靠减的理念 开启了自己的航海之路 超能力零 战斗力武 虽然没钱还狠菜 不过他头上的那顶神装草帽 自带顶级白嫖色霸气 经过了两代白嫖人的淬炼 白嫖色霸气 到陆飞这里已经是炉火纯青 陆飞遇到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人 便是当年的胆小鬼 现在的本部大佐克比 克比说你不是要找队友吗 我知道一个 那就是石不杀一人 百米不认路的赏金猎人索隆 他现在被关在海军基地 克比也是出于害怕 顺带提一嘴 没想到陆飞经过了 0.05秒的深思熟虑后 就认定索隆了 克比直接吓尿 喂不是吧 今天喝了麦洞啊 脑子进了果洞啊 当去是公共厕所吗 陆飞还真就是跟去厕所一样 来到索隆面前 主要是我觉得船父这个工作 很适合我 随后两人一拍即合 合理干翻了将来 要一刀砍翻卡普的腐皇门卡 所以陆飞出道就爆了一个神装 然后捡了一个未来世界第一大战好 还结识了未来海军大将 干翻了腐皇门卡 而且这些基本靠白嫖 属实666 然后朝着下一个白嫖地点前进 靠吃走上人生巅峰的瓦尔波 用吞吞果实吃出一个报复人生 海贼王里用恶魔果实发家致富的人 一个德索罗 一个瓦尔波 这人看起来是个瓜皮 实际上是个国王 这人看起来是个战武诈 实际上他有一个很bug的果实 瓦尔波是原此古王国国王 这个暴力执政 而且智商情商全部欠费的国王 不仅喜欢制定什么脑残法律 还搞了个一生二十的医学垄断计划 但凡想要看病的人都要给他下跪 结果黑胡子一来 撵得瓦尔波屁滚尿流 连国家和子民都不要了 带着国王军就出去当海贼了 这干啥啥不行 破坏跑路第一名 在重回此古王国的途中 遇到了草帽团 这上来就给梅利浩一顿啃 瓦尔波不仅惹了草帽一伙 巧合的是他还曾经打过巍巍公主 后来又欺负纳美 把路老大的两个元老级别的女人都欺负了 所以被路飞两次打飞 被打飞后的瓦尔波到处流浪 被各种追打和欺负 走投无路在桥下吃垃圾 为了糊口把吃下去的垃圾造成玩具 没想到的是人生从此开挂 靠吃垃圾造玩具逆袭 令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 生意兴容之外 他造的玩具还被发现了核心成分 这个老瓦密制小核心 同时也是制造弗兰奇将军的必要材料 后来又当上了财团总裁 商业帝国也蒸蒸日上 成为顶级富豪 从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 裴五百和乔翻倍 要说海贼王里最惨的两个海贼 那一定是乔巴和裴波 两个人以前是拿着几百的赏金 干着几亿的价 现在依旧是拿着几百的赏金 但是干着几十亿的价 心酸实在是心酸 司法岛一战 乔巴怒谁铁块状态下的 CP9的雄狮未娶 打出了怨天堂没有铁块的效果 可一拳只值五十倍力 被原地气哭 德岛一战虽然比较酱油 但是赏金足足翻了一倍 奈何基数太少 蛋糕岛舍命挡了大妈的一记皇帝剑 居然都抬不起乔巴的赏金 和之国刚刚活作了40亿的大妈一只 看看这次能给多少 草帽团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海贼团 一个陆飞能换1500万只乔巴 前无古人 后应该也没什么来者了 裴波作为罗的航海士 不仅穿着特殊的橙色队服 曾经还出现在罗的通缉令上 居然也没有引起什么重视 他们在本部的眼里 就跟战国养的羊是一类的 都属于宠物 但是乔巴和裴波赏金有价 可爱无价 一个经不起夸 一个经不起骂 都是可爱的团体 卖力不讨好的赤犬 顶上战争前的赤犬 信心满满 我们有战国卡普 作证初心台 三大将参战 还有七五海和中将团 以及十万大军 信不信打垮白胡子 我一滴血都不流 青皇二将 你们也表表态呀 我的墨鱼时代 哦不 我的冰河时代 让他们插翅难逃 我的八尺苗逼 哦不 我的八尺群孤鱼 绝对不会放走一只畅影 不过能不能先吃个早饭 住嘴 仔细想想你背后背的 那两个字是什么 跟我一起奥力给冲冲冲 哎我靠 气氛怎么这么诡异 你们一直在中路团战 为什么他妈总感觉少人呢 老黄坐我自行车 咱先吃个早饭去啊 哎老鸡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隔壁的麦哲伦包子铺不错 尝尝 昨天刚吃完包子 今天吃CP0的油条去吧 哦呦 你小子是看上油条摊的老板娘了吧 你少来 有一说一 你说了个麦哲伦包子铺 我昨天吃出来一只苍蝇 老鸡我敢说你吃出来的 绝对没我吃出来的大 喂你们两个不去帮阿犬在这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没事找饭呢 去给我带一份 不是吧阿犬什么不是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假拳 哦不是 是吃饱了才不会有人以为我在打假拳 老黄你看我脸上是不是有东西黏糊糊的 台下的人怎么都笑我 没事没事就是流了点汗 哎不对老鸡 你不是说让草帽那小子插翅难逃吗 阿犬他们没插翅 是做潜水瓶跑的 哦 老黄你不是说不放走一个苍蝇吗 没错 别说水面上的苍蝇了 连蚊子我都顺带干下来了 好端端一个战场 没有火药味什么 净是韭菜盒子的味 罗莉的营救计划 相亲相爱的巴洛克社 在阿拉巴斯坦 老沙被陆飞一伙 直接就打回了解放前 然后连同身边的几个高级干部 一同蹲进了海军的拘留所 当然老沙这帮黑社会 固然是道上混的人 但是在老沙等人被捕后的日子里 他手下这群人 却展示了让人目瞪狗呆的团结和情谊 地点来到小花园 黄金周向宋鲍欧白嫖了一份报纸 三人在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 大吃一惊 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大和一些伙伴被抓 另外刊印在报纸上面的伙伴们 黄金周他们也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其身容 不过看着老五吃着葫芙垃圾的肉 和情人节的打扮 这俩人眼看马上就要过上原始人的生活了 黄金周就收拾衣物 准备去监狱救回伙伴 老五和情人节 被黄金周的操作给吓懵逼了 稳住别浪 黄金周用颜色陷阱朋友织黄绿 俘获了一只翼龙 当然黄金周这并不是果实能力 而是运用特殊颜料 形成的心理暗示效果 于是三人打了个免费的飞滴启程了 此时他们遇到了巨人东丽 吓得老五是虎去一阵 三人离开后 东丽和布洛基又开始了一如既往 相爱相杀的斗殴运动 在途中很不巧的遇到了暴风雨 眼看翼龙身上的涂鸦 就要被冲洗掉了 懵逼状态的翼龙心想 我他妈是谁 我这是在哪 情人节试图用雨伞遮雨 无奈风太大 挣扎了一段时间后 三人被翼龙甩在了一座度假岛上 正所谓海贼王里 从高处掉下来 一般不会死 但从楼梯上会 到了岛上 老五和情人节 依旧保持稳住别浪的意识 但黄金周上来就张嘴 问小费要了三个冰淇淋 此时海军美女提纳 一身性感电装 和一众海军官兵忙里偷闲 已经跑出来了 不过作为模仿果实能力的小冯 都能由内而外的全方位模仿纳美 跃个玉并不是什么难事 三人随后乔装打扮 这不去时装周拿个冠军 那都是埋没了人才 但是由于这三个人 打扮的过于骚气 再加上星期五和老十三这俩货 他卖队友 提纳一眼就把他们识破了 美女的面容猛男的脾气 提纳二话不说 上去就叮当五四 用果实能力锁住了情人节 老五和黄金周呢 吓得脚底下抹了油 被提纳捆绑在了柱子上 提纳也披上了正义大衣 来活了 海军也张贴了告示 这三个人黄昏之前来自首 人不到撕票 老五和黄金周呢 是满脸冒汗 如同过街老鼠 另一边准备逃走的三哥也是绝了 衣服上有三 头上有三 船上也有三 无异于在脸上明目张胆的写着 老子就是你们要抓的人 快来搞我 正当三哥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 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吼吼正式逃出来的小冯啊 看到三哥要跑 老大都被抓了 你居然想溜了溜了 上手就要干他 Help me 情人节被绑在十几米高的架子上 老五和黄金周 远远的默默的感叹了一句 我靠 这时候三哥突然出现 还挂着自首的标签 一向警惕的提纳 不禁怀疑 这是在搞什么飞机 果不其然 小冯用模仿能力伪装了三哥 打入敌营内部 一顿拳打脚踢 让海军措手不及 小冯又遇到了老对手提纳 当时还是上校的提纳 霸气的大衣一甩 跟小冯来了一场 各种高难度姿势的打斗 不过有着能力优势的提纳 让小冯打得力不从心 还好老五和黄金周 趁乱将行人节救了出来 黄金周随后用背叛之黑 俘获了一群海军和一艘海军船 离开了度假岛 小冯好像永远都是那么有情有义 但最悲催的那个人 到了海军拘留所 这里的规模和深海大监狱差很多 而黄金周再次用朋友之黄绿 轻松俘获一名海军 三人装作被抓捕的样子 成功潜入 要说是老沙 他走到哪儿也是老沙 老沙和一哥 还有老四三个人 手上靠着海楼石呢 把一帮玉油给揍个半死 换个地方当扛把子 另一边 情人节和黄金周 成功来到女子监狱 见到了久违的圣诞节阿姨 和第一次见面的双手指姐姐 随后双手指姐姐撬来了钥匙 巴洛克工作室 大家齐聚一堂 黄金周有些懵逼的看着这些 素未谋面的大哥哥们 傲娇的老沙 看着来营救自己的部下 竟有些无语 说是越狱 其实就是粗暴的 把人屋顶直接给掀了 但是傲娇老沙 以心情不爽为由 拒绝逃走 一哥也选择继续留在老大身边 黄金周等人在离开之前 画出梦幻七彩虹 来了次私人定制 可以将每个人 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黄金周不出所料 是个画家 圣诞节成了小工具 双手指姐姐是咖啡店女掌柜 情人节是巧克力店老板娘 老五是消防队员 老四是披萨外送员 老四的腊肠犬变成了狗肉战车 另一边就牛批了 一哥成了蒙面超级英雄 而老沙则是猝不及防的 直接海贼王 逃出来的众人 在一处荒野中 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 开了家咖啡店 每个人都以梦想中的样子 和角色生活下去 而小冯和三哥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打成了猪头 送进了拘留所 因为性质极其恶劣 四人被闪转 送到了最有牌面的监狱 推进城 其实也没有待多久 也就有了陆飞的劫狱试验 四人因此和陆飞等人 完成了终极大越狱 在小冯的帮助下 其他三人随陆飞 前往参加顶上战争 三大将的出差日记 《清治篇》 上期说完了可爱的黄老爷子 这是说一说 一本正经搞笑的清治 说起来清治这个人很有意思 打着散步的幌子 到处睡觉 实际上是打探情报 此后又给大家伙 展示了什么叫滑水和摸鱼的最高境界 清治的出差经历 简直就是黄元的1.0版本 都是一秒一个小海贼 结果一个也不愿意抓 毕竟一个是摸棱两可的正义 一个是懒散的正义 言下示意统称为工资不到位 就不干事的正义 当然奥哈拉事件之前的清治 可完全不是这样的 黄元出差相拨地 上来就是一顿干 而清治恰恰相反 以一个熟睡中的美男子的形象亮相 清治这说巧不巧的 遇到了自己偶像卡普的孙子 和小姐姐罗宾将 行了是走程序呢 还是直接演 还赶着睡觉去呢 黄元抬腿半疾 好歹有个雷厉过来搭戏 清治明显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过来偷懒睡觉来了 剧本还没看呢 这什么眼 清治大喊一声上才艺 就给大家摸个鱼吧 旁边的人帮忙给拍个照 我好回去交差啊 哎好三二一茄子 堂堂七五海不要面子的吗 七五海很早就有被提及到 在约瑟夫的描述里 七五海还是一个极为强悍 且恐怖的势力 结果七五海前前后后总共11名 其中老沙倒在了阿拉巴斯坦 莫利亚倒在了三维船 明哥倒在了德雷斯罗萨 后来上位的七五海发机 早在橘子镇就被打飞过 接败于陆飞之手 熊还是陆飞老爹龙的人 罗和盛平 后来一个成了陆飞的盟友 一个成了陆飞的船员 更觉得是女帝干脆 直接想和陆飞原地结婚 整个七五海里面 也就应演最老实 立场不明确 结果最后还成了索隆的师傅 剩下两个黑胡子和白二世 一个放了本部的鸽子 一个被本部放了鸽子 战国哭着跟老元帅刚鼓空倾诉 快求求五个老头子废除七五海吧 再这么玩下去 我他喵的都快成草帽团八番队队长了 那些年明哥的辛酸创业史 说起多夫拉明哥 众多身份中 不仅是明面上的七五海 也是暗地里的joker 最重要的 他是个穿着痘痘鞋 紧身裤 披着粉红大衣的二道贩子 但是作为精明的商人 慢慢经商路上的明哥 却时常被坑 被抢 被白嫖 足以书写一部明哥的辛酸创业史 首先就是明哥稀里糊涂丢过 三颗价值连城的恶魔果实 第一是明码标价 五十亿倍率的手术果实 等于五千万只桥吧 海军当年扔出来的报价 比目前可爱多的赏金还要高 而明哥深知手术果实 对自己的重要性 大费周章想要拿到这颗果实 不料成功抢到手术果实的克拉松 压根就不是他的人 一把给罗为嘴里去了 克拉松是海军的人就算了 把罗抓住总行吧 结果明哥被欺质的克拉松骗了 说罗已经跑了 克拉松卧底也实锤了 待会海军又得撵着自己追了 人才两空的明哥心态高低是崩溃了 除此之外 黄金果实 明哥在这件事情上那是更憋屈 本来黄金果实是唐吉赫德家族 在拍卖行中最有排面的东西 这价值不比手术果实差 但是对金钱有怨念 怕你穿痘痘鞋的 带着一帮人就把果实给抢了 同时也惹毛了多夫朗明哥 但是德索罗果实能力开发的也太好了 明哥的处事风格一向是 懒得打就合作 喝杯茶做一做 说不定还能变成回头客 所以明哥也是原谅小茂心中流 和抢了自己东西的德索罗一直有合作 然后烧烧果实 又是一个极品果实 明哥本意是想用烧烧果实 将陆飞引入陷阱 好展开计划 奈何不光是队友坑 也没想到一个叫萨伯的精神小伙来捣乱 叮当五四一顿瞎折腾 陆飞没困住 果实还被萨伯白嫖了 撒恶魔果实 保底是150亿贝利 然后竟然以千奇百怪的方式 全被白嫖了 求明哥的心理阴影面积 当然做生意亏了赚了 那是常有的事 最怕的是身边有一帮屠材害命的主 白富美babyfive 在外面一欠就是欠了9800万花呗 有一次一口气买了50家的报纸 哦 怪不得明哥这看报纸的习惯这么顽固 手下花钱 老大买单 家里的报纸看不完 明哥走在刀尖上做生意 回头来还得给babyfive还债 最后还跟人家老菜跑了 再加上一帮坑逼队友 之前凯撒上头之后 一刀雾把莫奈的心脏给当成斯莫格的了 刺的那叫一个结实 老铁扎心了 蹲进去之后 听到有船靠上来了 明哥心想这么有胆 看来是好兄弟凯多来了 结果杰克老哥 这是明哥没救出来 还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 纵观明哥的心酸血泪史 撒恶魔果实 打了三个水漂 还见自己一身水 身边一堆人想谋财害命 外加数不尽的坑逼队友 难实在是难 战国真的太难了 顶上战争中 战国不仅要指挥对阵最强男人白胡子 还要时刻顾及到自己好兄弟的两个孙子 战国不能不打 但也不能上来就下死手 黄元清智演得太极限 险些要了陆飞的命 看着战国心惊胆战 赤犬又太猛 把老战国心态给弄崩了 离开鼠行台去干巴基是善离职守 不管巴基要挂上玩乎职守的罪名 眼看陆飞就要冲上来了 自己的好兄弟直接开闸放水 黑锅又甩给了战国 战国就想这一拳下去 如果中了 卡普得封 如果清了一堆人说打假拳 好不容易力度适中 可算没得罪卡普 卡普没封 赤犬先封了 十几个人拦不住 接着卡普的队友伤害开启 不管别的 战国得先去摁住卡普 这边心理疏导还没来得及做 那边黑胡子又来找事 直接把战国给水了 战国说你可算来着了 憋了一肚子火了 在哪受得了 一拳下去 行了刚才那一记假拳直接失锤了 眼看事态平息 本部占了上风 加把劲把黑胡子干挺 今天就下班了 这时候红发来要面子了 战国心想堂堂一元帅 你一个海贼跟谁要面子呢 眼看这两边又要开始打了 战国被迫营业 宣布停战 面子也不要了 纵观顶上战争 战国被白胡子怼 被巴提气 被老杀秀 在试犬和卡普中间劝架 黑胡子还在背后捅刀子 旁边的红发还一个劲要面子 两年后的战国满头白发 每一根都是心酸 陆飞的公主收割机buff 在海贼王里 除了有罗莉杀手乌索普之外 还有号称公主收割机的王陆飞 当然咱这位不知其美的船长 时时刻刻保持着天真孩童般的纯真 公主可以只收不割 但海贼王必须当 不过旁边晚节不保的刘索隆 和求贤若可的香吉士 也堪称是小号的公主收割机 索隆之前被佩罗娜折腾的全身炸毛 现在又被小子给睡了 山智是比较惨 在维奥莱特那还没有好多酒呢 就一脚给蹬脸上了 好不容易人生巅峰的那一段 还被布林给剪了 细细一品 这海贼王力的公主 全被三大主力给包了 但是陆飞这公主收起来 那是一时收割一时爽 一直收割一直爽 第一个便是阿拉巴斯坦威威公主 陆飞这伙人 毕竟是一帮非主流海贼团 到现在为止 海贼该干的那档子事 是没干过几次 倒是时常递天行道 解救各地人民与水火之中 所以陆飞了解到了威威的苦衷 那边老沙就要遭殃了 本来稳如老狗的老沙 成了陆飞第一个打败的七五海 冥王啥的是没谱了 好在后面混了个万能五五开 老沙躺下后 阿拉巴斯坦国归原主 陆飞也是抱得公主归 公主依旧是非常想念陆飞 另外陆飞堪称是专业的蹦床运动员 要是白星公主不开灯 这妥妥的能蹦一个小时 一脸懵逼的陆飞说 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 明明是坐的开门见山 点明了主旨 然后胆小星吓得是嗷嗷一顿哭 陆飞挡住了范德戴肯 扔进来的斧子 才证明了自己不是来图财害命的 图财害命是没有了 那一顿胡吃海喝 是把白星给看傻了 之后陆飞就带着白星出来玩 从打败霍迪屌丝 到向大妈宣战 这一系列保护云导的操作 成功收了一个大号公主 种族间的恩恩怨怨 啥也别说了 都在鞋里了 我干了 你随意 到了德雷斯罗萨 先是被雷贝卡一顿饭骗到监狱外 准备给陆飞来个仙人跳 不曾想被陆飞一招制服压在身下 这个时候雷贝卡 对陆飞还并没有太多好感 但是随着事态发展 草帽团里里外外 把民歌十年基业 给搅成了一锅粥 后从民歌手上救出了 被挂上寄生线 自相残杀的维奥莱特和雷贝卡 最终让眼镜不碎 绝对不贵的民歌 脸接四挡 眼镜连人一起飞 又成功收获了一枚公主迷妹 德雷斯罗萨刚打完没多久 就遭遇了让所有人目瞪狗呆的事情 因为山智被抓回去结婚 食不果腹的陆飞 吃了带有剧毒的鱼皮 没事过来溜达的 脸男人雄风之后才收获的公主 这中了毒一动不动躺着 也能歪打正着收获一枚公主之吻 这不仅是公主收割机 还是个公主吸油烟机 好在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除了这些 当然不能忘了女帝 女帝虽然不是公主 是女皇帝 但是女帝对陆飞的痴迷 却比任何公主都要来的狂热 要是让女帝知道 陆飞抱过威威 摸过白星 背过雷贝卡 还被雷九强吻过 那白米冲刺破世界记录 一脚炸裂输出 都是常规操作 毕竟陆飞曾经 只是跟佩罗娜搭了几句话 只是船上有那美罗宾两个女生 女帝就各种吃醋 零点五秒之内 脑海里闪过一千集 渣男与痴情女的狗血苦行剧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陆飞的的确确是出轨了 所以纵观陆飞公主收割时 这海贼王还没当上 海王倒是当的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三大将的出差日记 黄原篇 实力强悍的大将们 出任务抓人时 理应是空手而去 满载而归 但纵观大将们出差时会发现 一个比一个逗逼 一个比一个杀雕 首先是黄原老爷子出差相波地 一上来就搞破坏 这应该是黄色的独特开场方式 因为在之后的顶上战争中 拿了本部一血的人并非海贼方 而是身为本部大将的黄原 率先拿了自家的一血 一记战术后仰 直接顶塌了自家一堵墙 黄原在相波地出差 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超新星们一个没抓住 显然不是黄原不想抓 很明显是战国没把工资给到位 后来遇见草猫团 刚才一脚一个超新星的 那操作又没了 显然是眼穿帮了 老黄来扫了 雷原这时候还没来呢 那总得圆过去吧 我踩了 我真的踩了 我马上就要踩下去了 有倒计时 十九八七二十十九 雷原终于来了 得亏这PPAP平时没少跳 不然这高台腿十几分钟 还身肩是不下来 黄原一看这样不行啊 这人一个没抓住 房子倒干他不少 造价不菲的和平主义者 还废了好几台 不好交差啊 这边跟雷厉一商两成 哥俩比划两下子 我回去一号有个刷 那可能人也别嫌 我们俩人过得多个底 提到乌索普 当然不止什么罗利杀手 专制花里胡哨的bug终结者 他还是草帽团的哆啦A梦 哆啦A梦是永远不知道 他会从次元兜里 掏出来什么宝贝 而乌索普是永远不知道 他炮弹里会蹦出来个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他兜里 也会掏出来什么 让人抓狂的玩意儿 因此梅利号和万里阳光号上 还专门有一个乌索普工厂 乌索普平时就在里面 搞一些什么花里胡哨的小发明 首先就是给好姐妹 纳美做的天后棒 这个本来其实就是个宴会用的道具 乌索普后来利用空岛被 改进成完全版天后棒 到了两年修炼 纳美又利用小空岛 维莎利亚的气象科学 又改进成魔法天后棒 让天后棒变得招式繁多 功能齐全 所以乌索普被纳美 暴揍一顿的次数 要远远少于三大主力 毕竟好闺蜜好姐妹嘛 当然这是在不动 纳美小金库的前提下 不仅如此 乌索普还能享受到 闺蜜该有的特权 在所乌岛 乌索普运用在波音列岛 所习得的一种叫 pop green的特殊植物 加上弗兰奇工业设计方面的协助 组合纳美给的维莎利亚的装置 完成了全新的魔法天后棒 可以随心所欲的伸长缩短 更加智能化 除此之外 波兰奇的身体弹仓里 就是犀利还有待改进 主要是黄金层表面的黄金涂料 太磁溜滑了 除了这个 还有套在手脚上 可以自由活动的章鱼鞋 也是一种攀爬道具 在海上列车营救罗宾的时候 乌索普悄咪咪的 从火车外面爬上来 属实是把罗宾给吓得有点懵逼了 乌索普进到火车里 之后很快被发现有动静 当保镖进来查房查水表的时候 最搞的是 乌索普和罗宾来了一个迷之结合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不对 但这诡异的氛围 着实是把人家给看傻了 哦 看他糟糕的姿势 乌索普果然是纳美罗宾的好闺蜜 说乌索普是罗宾的好闺蜜 一点不为过 罗宾文艺女神 平时喜欢养花 乌索普就给罗宾发明了一个僵尸焦花器 有着灰不溜秋的外形 焦花时还会发出诡异的声音 但是罗宾嘛 腹黑加迷失审美 就觉得这个焦花器非常卡哇伊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非常喜欢 乌索普还真是把罗宾的喜好 拿捏得死死的 在上空岛之前 为了找上空岛的方法 顺便剪点漏 要潜水下去搜一下沉船 乌索普设计了木桶潜水服 别看是木桶 里边还配有空气供给管和通话器 堪称智能 不知道是不是根据路飞的出海经历 获得的什么灵感 在庞克哈萨德 山智 纳美 乔巴 弗兰奇 被罗互换了身体 说一下 弗兰奇的乔巴 让罗宾都受不了了 起了杀心的罗宾 一脸嫌弃 恨不得立刻把乔巴给顿了 升级如同开挂的克比 要说路飞有最强光环 巴基有最强霸王色运气 两人合体 便是飞机组合 那克比就是同时拥有飞机组合的两种增益buff 海军王我当定了 克比的起点似乎比路飞还悲催 路飞最起码是出海一条船 开局一个桶 克比是开局在钓鱼 然后上错了船 稀里糊涂被亚尔利塔抓去做了传销 想想同样上错了船的锁龙 直接一刀把这帮人堵在了新世界 克比当年只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 但是之后人生仿佛开了挂 一路闪电带火花 到了世界会议前 克比以一只大黑耗子穿入水中 徒手抓鱼雷的形象出现 保护了王族们的船只 而在此前的洛基岗事件 就是罗给本部送土特产换七五海那事 克比因为在洛基岗保护了平民 而被称为海军新英雄 在这里也赢得了居鲁士和雷贝卡的好感 就在雷贝卡上去感谢克比的时候 这可是撩妹的大好时机 终于克比也鼓足了勇气 激动的说道 果然钢铁直男这一块也深受路飞影响 那时候的克比已经是大佐了 而现在的克比已经升到了少将 兼机密特殊部队队员 也就是德雷克的小弟 两年多的时间从杂役到少将连升十几级 这光环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关键是克比比路飞还小一岁 不过看克比的师傅是谁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他和贝鲁梅伯 联手殴打了一个手无寸 手上全是铁的老头 这老头说实话很不经打 他也就是能跟海上霸主洛克斯 金狮子史基 海贼王罗杰这些人打打 所以霸主洛克斯只图一乐 真霸主还得看蒙卡老哥 克比有卡普娇 属实是升职加薪宛 宛如川天猴 体数霸气样样都不愁 曾经的克比虽然胆小 也有非常排面的时候 顶上战争那一番话 直接震住了大将赤犬 元帅战国英雄卡普 路见不平一声吼 红发疏手来相救 最牛批的是让黄老爷子原地断了技能 黄元心想再不来个大戏的 我都不知道下面怎么演了 都跟雷厉学会了 不拖到最后一秒不来救场的精髓 克比这番话的出发点是 战争收尾阶段 本部并没有能及时治疗 奄奄一息的受伤士兵 导致很多没必要的伤亡 虽然有句话叫词不长兵 情不利势 但两年后的克比 打得了硬仗 保得住平民 帮得了队友 玩得赚六四 克比的正义不极端 却雨露均沾 从克比的画风来看 坚持锻炼不一定会很快变强 但一定会很快变帅 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 多睡觉 一个让老杀 不敢五五开的人 小一万 一万科夫 革命军干部 也就是路飞老爹龙的手下 活生生的美女制造机 一个卡在深海大监狱的bug 之前就连麦哲伦都不知道 自己屁股下面不只是有马桶 还藏着一帮 随时都可以揭竿而起的革命军 至于小一万 为什么会再推进城 还在显为人知的五点五层 而且在之前 龙却没有一点想去救的意思 很大的可能就是 小一万一帮人 是有目的性的蹲进去的 是革命军安插在世界政府 三大要地之一 推进城里的骑兵 毕竟革命军的内应 出现在世界政府的机构里 也不止小一万一人 如果不是太子爷路飞 稀里糊涂的进来 小一万接着奏乐 接着五 还真没有想出来的想法 说到革命军干部 目前就出现了 两个比较牛批的辅助能力 一个是贝洛贝蒂 由内而外的 全方位的鼓舞果实能力 另一个就是小一万的 荷尔蒙果实 主打回血和增益buff 不过有副作用 在路飞被麦哲伦 差点给毒死后 还好小冯出现 拖着冰死的路飞 试图在极寒地狱中 寻找传说中的哀斗 一万科夫 但是被四数埋伏的军狼袭击 最后被闪电所救 这个时候的小一万 还真不知道路飞 就是自己顶头上死的儿子 单纯是被路飞和小冯的情谊所感动 然后小一万用治愈荷尔蒙 试图对路飞进行救治 但是路飞这种情况 治愈荷尔蒙不仅会削减寿命 成功率也只有1%到2 这治愈荷尔蒙的代价 光是听起来就够网易云了 但是在小冯和大家的帮助下 路飞终于挺过来了 接下来就是最经典的一段 原本小一万还想用龙的名字 吓下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 但没想到被吓到的却是自己 一屁股给怼墙上了 原来自己稀里糊涂 把自己老板的儿子给救了 然后小一万决定集体越狱 配合路飞公子营救艾斯 要说小一万最恶趣味的能力 就是那男变女女变男的能力 而且经他的手变出来的女人 还都很漂亮 名副其实的美女制造机 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 连白胡子都不怂 跟谁都能误开的老沙 为什么见了小一万就秒怂 半天一句话都憋不出来 反而小一万一句话 就能把老沙制的服服帖帖的 之后小一万为了拖延时间 就跟推进城的扛把子麦哲伦打 小一万的逗逼打法 跟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技能 属实是把麦哲伦给看傻了好几次 一万的那招农装面具 再加上本来就戏精的性格 让麦哲伦就纳闷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实只是给陆飞他们拖延时间 小一万虽然也中了毒 好在有肾宝 而不是抗奋荷尔蒙 一针提神醒脑 两针永不疲劳 三针长生不老 然后大头娃娃配合死亡媚眼 简直就是穿天猴般的逃跑神技 从下面直接顶上来 接着搭载着这帮人 在千军一发之际 再次发动这招 逃离了推进城和麦哲伦的魔爪 落在了盛平摇来的 惊杀小弟们的背上 成功脱险 在顶上战争中 这招大头娃娃 也是把白胡子和黄元 直接就看懵逼了 本来老黄就是最快的果实 最长的蓄力 最后还因此断了技能 小一万可以说是顶上战争中 唯一一个敢拿脸 应接赤犬拳头的人 结果脸上没流血 没破皮 没毁容 这浓装面具的防御力也是绝了 战争结束 回到马卡巴卡王国的一万 见到了山智 为了得知路飞的情况 两人吵得嗷嗷叫 一个是革命军干部 不能随便泄露情报 一个是严控 不愿意承认悬赏令照片 两人就软磨硬泡 最后山智被小一万气到吐血 两年的修炼 也给山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总之 小一万不仅是路飞的救命恩人 也是推翻天龙人至关重要的人物 更是老杀敢怒不敢惹的主 金法玉姐天然呆卡利法 这个习惯推眼镜 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卧底秘书 欲解气质中带点天然呆 成熟稳重中有点小暴躁 在路飞等人第一次见到冰山市长时 因为出言不逊 被卡利法一顿暴提 乍一看这个小秘书简直是极品啊 尽职尽责 懂得维护老板的尊 所以不要激怒他 他哼起来连自己的老板都提 冰山估计也是最悲催的老板 在CP9亮出身份后 才知道原来跟了自己五年的秘书 居然是个从小就开始被培养的老演员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原来这些人就是来调古代兵器冥王设计图的 冰山直接瞳孔地震 心态崩溃 赤犬和前九直呼 这招我熟啊 一桌年夜饭 对影成三人 卡利法作为CP9里唯一的女性 除了精通六世之外 拥有的泡泡果实能力 属实也是正能量满满 简直就是能无限搓泡泡的人体泡泡机 而且是现吃现用 正所谓卡利法有三宝 眼镜黑丝吹泡泡 卡利法在CP9里倒立值630 除了斯潘达姆这个战武渣的长官 还有就是被陆奇喷是半吊子的内罗 卡利法的倒立值算不上高 但他的对手却正是山智 对山智来说战斗力高低无所谓 只要是卡利法这样的 一律算最为凶狠的对手 屡战屡败不说 山智还可以随时原地喷射起飞 在这种情况面前 山智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吃亏了 要说以山智的实力 明明可以轻松打败卡利法 奈何血可流 蛋可碎 骑士精神不能贵 突然就听到什么东西 猛然碎掉的声音 卡利法轻松击倒山智 还用果实能力 把山智变成了滑溜溜形态 之前说过哪哪都滑的亚尔利塔 那这就是不用买目欲录的卡利法 而且还能让别人变得哪哪都滑 给人来一套小秘书秘制按摩手法 这就跟全身瘫痪了差不多 这个地方有必要叫下保安 虽然卡利法看起来 是很认真的在打架 但那天然蠢萌的脑回路 还是暴露无遗 一本正经的 把磕了药的乔巴认成了纳美 这下可把身后的纳美给整蒙逼了 事后还为自己认错人的骚操作 少借口 心里好像在说 我堂堂一成熟稳重的御姐 不要面子的吗 泡沫大师那一招听上去看起来 好像是什么挺厉害的招式 结果 被打败后的卡利法失去意识 这还不算什么 还被迫切想要找到钥匙的纳美 撕破了衣服 不得不说 女人对女人下手真够狠 CP9被团灭后 又遭到斯潘达姆和世界政府 泄沫杀驴的待遇 卡利法和其他成员 无奈开始了亡命天涯的生活 在一个阵子落脚 期间还击败了来抢劫的海贼 收到了一个小女孩送的花 大家为了给洛奇筹集医药费 各显其能 街头卖艺 卡利法更是用自己的泡泡果实能力 给城镇做清洁 劳动人民最光荣 原来这果实还能这么玩 符合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观 卡利法果然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是满满的升能量